欧盟又出手 苹果税时代彻底结束 中国会跟进吗 其实这里包含着工业的格局 前两天 苹果宣布 为了遵守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 不仅把苹果商店佣金比例 从30%降到17% 而且还将会放开 苹果系统内的第三方下载通道 很多网友在网上庆祝 说只有欧盟才能克制苹果 也有些阴阳怪气的人内行我们说 中国怕得罪苹果 不敢出手 乍一听 你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 其实你压根不了解中国的强大 也高看欧盟了 这包原因就是吃相太难看了 大家都知道 苹果的系统和硬件生态 都是闭环的对吧 他们利用这个闭环生态谋取暴利 就说号称苹果税的软件抽点吧 苹果通过禁止用户下载第三方应用 将软件下载的渠道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由此实现了软件闭环 软件开发者想要在苹果商店上架 就得给苹果交一定的服务费 这笔服务费高达30% 堪称天价 刚开始时 苹果还美名其约 为了回收成本以及用户安全 但是时间一久 大家发现不对劲了 苹果的用户越来越多 收益早已覆盖了当初的成本 但是服务费却一直没变 反而摇升一变 成为苹果巨大的利润来源 据统计 苹果公司一年的营收中 有四分之一的收入 都是来自于这部分 苹果的这部分收益 当然就被软件企业转嫁到用户身上了 同样的还有苹果硬件 以及支付等功能 都是正的盆满钵满满 如果是这样也就算了 毕竟哪家企业不是在追求高利润呢 更让人难受的是 苹果为了业绩 竟然在软件上动手脚 用户只要升级系统 手机就会变得卡顿发烫 逼迫用户购买新机 吃下如此难看 也难怪欧盟出手教育苹果了 比如2022年1月份 荷兰就因为苹果没有放开第三番支付 而罚款5000万欧元 同年 欧盟对苹果NFC功能 进行反垄断调查 然后是欧盟立法强制要求 苹果使用USB-C接口 这一次 苹果的垄断行为 不管你怎么夸欧盟都不为过 但是你要借此说中国不够强硬 其实是 本末倒置了 欧盟之所以管得这么严 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 而是因为他们错过了互联网时代 没有手机品牌 也没有互联网科技大厂 这导致了 他们在软硬件上 都是被苹果收割的 苹果对于欧洲来说非常鸡肋 纯纯的就是吸血的存在 因此欧盟只能被动防守 相反 中国就不一样了 中国对苹果的监管要求更严 只不过是在信息安全等方面 比如中国是全球第一个 要求苹果将用户数据 储存在境内的国家 至于其他的监管为啥不做 还是因为利益互保 在软件上 中国有微信 支付宝等第三番支付软件 苹果支付系统压根就没有用物之地 在手机品牌上 国内有华米OV 可以和苹果竞争 苹果不好用了 或者觉得苹果税收割太狠了 还有其他品牌可以选 至于在产业链上 中国和苹果更是高度互补 苹果有25%的零部件 是由中国生产 也可以说苹果是为中国做出贡献的 再说的简单点 在手机这个产业链上 中国和苹果都是全球食物链的顶端 苹果能在全球割韭菜 中国品牌也可以 尽管越轻松 我们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欧洲就没我们这个实力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失败者 他们除了对那些互联网大厂 发点钱 耗点羊毛外 就没别的招可用了 所以一旦欧洲打破了苹果垄断 那么中国也会立马跟进的